來請教一下老師 您怎麼樣來看啊 泰國啊 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了雙方 不是泰國是中美雙方的一個聲明了 好現在在講2627這兩天 蘇利文在泰國這邊 應該算是特地飛過來的 要來進王毅 原因是因為呢 王毅其實先前就已經有接到邀訪 25到29他人在泰國做訪問 大家也知道王毅其實開年之後 就去了非洲南美這樣繞了一趟回來 那在中國這邊呢 他回到中國之後又開始 譬如說接見參加西班牙等等 其他的活動 法國等等的活動 好所以現在呢 他到了泰國這邊 然後之後還要去老挝啊 去東盟等等 那這一回大家就講了 他跟蘇利文之間 到底誰等誰誰要誰 那講法是說呢 雙方都說這是延續去年11月 習拜會中美元首會晤 我那個時候希望增強高層交流 那這個地點這個時間 金中美雙幫雙定 談什麼內容 白宮之前沒特別的講 但是大家都說 鴻海這一局 恐怕就是一定會談的 那個時間點特別是在台灣大選之後 到底有沒有可能在台灣大選之後 因為選前等於是布林肯跟劉建超談嘛 選後蘇利文跟王毅 您怎麼樣來看今天這場會晤 我首先呢破題了 這個鴻海就是也門的胡賽武裝 對於這個所有與以色列相關的商船 甚至包含軍艦一律攻擊的結果 極有可能扭轉世界政治的格局 極有可能為什麼呢 因為呢他創造了三項奇蹟哦 第一項的話呢就會發覺呢 美國的海軍實力 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厲害啊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穿著拖鞋打飛彈的 好像功效非常厲害啊 然後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發覺呢 美國因為呢 長期分為朋友跟敵人的關係 對所有的伊斯蘭教的世界派信徒 長期來講得罪了 尤其是得罪了伊朗啊 伊拉克啊 叙利亞的世界派教徒 他們的代理人當中 不只是胡賽武裝啊 還有哈馬斯啊 還有那個赫斯普拉的那個珍珠黨啊 還有其他零星散布在各地的小武裝力量啊 這些武裝力量本身都非常能打 而且同時 他們基本上集結起來都聽伊朗的 然後美國又跟伊朗沒有關係 完了完了真的完了 麻煩透了 為什麼呢 因為涉及到第一個成本問題 因為美國一下子的話 美國只有貴的飛彈啊 沒有便宜的 沒有美國人都是穿著皮靴打飛彈啊 那個胡賽武裝是穿著拖鞋啊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叫的所有的盟邦都叫不動 有好幾個盟邦啊 要一起護衛的 只願意出軍事顧問啊 就連個船都不要出啊 你可以查一查 然後第三點的話呢 這個進行的空襲的整個過程呢 我必須強調 就是美國跟英國聯合起來炸 夜門的過程當中 因為夜門是個國家啊 那胡賽武裝是個叛亂軍啊 大家前不久美國還支柱沙特 來攻擊 這個野門的這個所謂的 胡賽判斷 這個越打越大 現在已經搞到快20萬人了 然後他的武器裝備設備 不知道哪來的 反正總而言之的話呢 讓美國感覺到很苦惱 如果說空襲有用 如果說空襲有用的話呢 那美國現在的話呢 又沒有必要拉著王毅在泰國 怎麼密商談這個事情 真的我講 比城頭有用 就打就好啦 因為國際關係講的就是實力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發覺呢 這裡頭呢 出現了一個問題非常嚴重 就是說美國自己本身呢 就是發覺他們的那個 原來那個防止飛彈 一顆一顆的還可以啊 這一次來一群以後啊 擋不住 成本也不符合 然後也沒什麼實際效果 另外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跟伊朗這邊呢 就沒有任何的聯繫的 這種基礎 甚至沒有互信的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那整個紅海地區的話 它占據12%的 這個世界貿易量啊 就非常大 從輸出 大家打開地圖一看 就會發覺 野門占據了地緣關係的位置的話呢 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美國真的拉下 六四攻擊以後 打的是野門 說的是胡賽這個那個的 但是胡賽他本來就穿著拖鞋 他根本不怕你啊 反正就是他們基本上 就是反美跟不要命 這兩點讓美國很苦惱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為了不要讓大家看破美國海軍的手腳 趕快彈 這個就是答案精神 老師剛剛講說 什麼不要命啊 確實喔 有的時候你要知道 你在跟對方對臉的時候 不要命的那個 什麼都不怕那個 那個其實最可怕 我們通常來講啊 嗯 這個不怕死的人只怕一種人 只怕不要臉的人 呵呵呵呵呵 其他的話大家都怕不怕死人 好 所以我現在講 美國啦 美國要直接跑去找王毅 那這一事呢 大家當然就知道了 就是因為之前他們說有透過官員 他說他確實傳遞到了 對方確實的 有把這個訊息給他們高層了 但就是沒動啊 那你也知道嘛 這是中東這一邊 當然很多人都講啦 哎其實中國跟中東這裡 各個國家都維持良好的關係 但是呢他的關係也不是說 真的他就一定要拿來用 你還是得要讓大家說服他嘛 你要讓他知道說 為什麼我在這邊 我要來幫助你 我要來挺你 應該這樣講 當然鴻海這裡 你會說大家商船都會經過 我的利益跟你的利益 我們有共同利益 我們雙方都是這邊的貢獻者 你也可以這樣講 可是中方這一次 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 他不選擇直接出手 他收到了訊息 但他選擇不動 不選擇直接出手 那他多次的講話 就是希望雙方的克制 不要影響到這邊鴻海的航運 這些話都有講的 但是這一次蘇利文來 他真的會動手嗎 您怎麼預測 這個你現在講的 我跟大家稍微強調一下 這次鴻海整個英美聯軍攻擊 是跟聯合國的一個決議案有關係 這個一定要搞清楚這個背景 這個決議案的過程當中 美國首先提出來就是說 胡塞武裝力量在鴻海這邊 阻撓世界貿易的進行啊 確實構成了很大的危機 而且這個危機本身呢 他直接是挑戰了跟以色列相關的 不管是商業船隻軍事船隻都一定要打 同時的理由就是替世界的穆斯林兄弟報仇 那這件事情的話呢 在聯合國提議的時候呢 因為首先呢 在促進世界貿易的時候呢 不停止這種無差別的攻擊所有路徑 大家要知道 蘇伊士運河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水稻之一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出來的話就是鴻海 出來又是收到了也門的就是 也是胡塞武裝力量的控制範圍之內 所以說要促進世界貿易 中國跟俄羅斯都不例外 那他們有保留的情況下投了棄權票 這個投了棄權票以後呢 俄羅斯呢提出一個修正案被美國佛爵了 然後呢 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叫張軍啊 他曾經講了說這一件事情呢 本身呢 他的利益良善啊 但是呢 他裡面很多內容模棱兩可 要說明就是什麼 他說應該要把前因後果說出來 前因是什麼呢 前因是以色列在加沙走廊濫殺無辜 就目前為止 大概殺掉大概三萬多人 是 嚇死人真的嚇死人 而且裡面很高比例的婦女跟小孩了 對 然後呢這個大家要了解啊 穆斯林他們彼此之間都是兄弟啊 穆斯林兄弟會 就是中國的寧夏跟雲南的這個穆斯林兄弟 跟他們基本上心理上都是一樣 如果你對宗教有所了解的話 我們在這裡就不展開了 所以說呢 那個時候呢中國就強調說 絕對不是授權動物 嗯 但是英國跟美國都不管一切 就直接開始轟炸 炸完以後現在很丟臉 炸了六次就沒什麼效果 嗯 沒什麼效果現在怎麼辦呢 想要臨時在那邊修復跟伊朗的關係 這個等 這個緩不濟急啊 你知道這個東西 就說你有事才求人啊 這個真的很丟臉的事情 所以說美國這樣子的央央大國 幹了這些丟人的事情 現在沒辦法 但是外交就這種場合 外交裡面強調的就是這個 實用跟彈性嘛 嗯 就是說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那就是跟王毅這邊談看看你有沒有辦法 我覺得中國也未必一定有辦法 如果說以色列在加薩的用兵 這事情不能夠解決的話 中國也未必有辦法 所以就是回過頭來 就是為什麼這一次胡薩他們會來出手 會開始這麼一系列的攻擊 其實就是因為伊加這邊的問題嘛 就加薩走到這裡的問題嘛 以哈戰將還是沒有辦法做一個停歇 那當然到目前為止 大家就開始在講了 其實呢伊斯蘭啊也就是整個伊斯蘭的 世界裡面他們有分兩派嘛 遜林跟實驗 那當然呢 他們兩邊的大哥就是伊朗啊 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那目前呢伊朗看起來好像在這一次的 戰事上頭 包括以哈戰事上頭 是比較強硬一些些的 至少呢他在譬如說 幫忙胡塞這邊啦 又或者是說呢他在這一 大概兩個星期吧 兩個星期的時間裡面 哎他出手了三次 那針對的時候 比如說巴基斯坦 對對對 攻擊了巴基斯坦 為什麼他為這樣子的一個出手 大家就開始在講了 說有一個可能是因為 他是大國 老大有時候不太好當 就是呢他雖然資助小弟 小弟很窮 但是世界上好像只看到 小弟在幫忙哈馬斯 但他心裡頭就想說 哎這樣小弟就出頭了 會不會哪一天小弟變大哥 可是呢他想要來出來 來把這個整個局勢 給安定下來的時候呢 對出手的這些對象 又讓大家覺得說他到底用意為何 你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像葉門 他現在就講的很直接 他就是要求 所有的英美聯合國的人也是哦 一個月內馬上都離開 就他的很多的那個 講法就是很絕對的很狠的 他現在說呢商船 你去看他最近打的商船 其實以色列的已經變少了 主要就是攻英美哦 你就是只要是美國籍的 歐洲商船 還有兩艘昨天嘛 就是那個 美國運送 運送國報物資 對對對 然後護衛船在旁邊 嚇壞了 照打 馬上就直接就再回去雅丁灣了 不敢過 直接再回去雅丁灣 這樣子的一個舉措 大家又開始在講說 伊朗現在一直在連架 伊斯蘭兄弟國家 嗯 說是反恐 但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他也在防小弟胡塞 你怎麼看這個變化 我覺得因為你用幫派的文化 來了解這個伊朗 伊朗跟這個 伊朗跟他這個所有的這個 打的這個他所扶植的這個 地方武裝啊 可能會有一個誤解 這個誤解 因為呢就是說 首先呢我必須強調 這個迅尼派跟什麗派 原來的衝突沒有這麼大 原來沒有這麼大 到麥加去朝聖的時候 什麗派教徒也是到 也是到沙特阿拉伯去朝聖的 長期來講上幾年 雖然他們彼此之間很不一樣 穿著也不一樣 教義教條什麽想法觀念不一樣 但是呢我覺得呢 後來逐漸發展的一個趨勢呢 就從1979年啊 我不曉得發生一件大事就是 伊朗這個 這個赫美尼亞那個時候的革命啊 把美國大使館整個就包圍起來了 綁架了人質444天 非常長久 美國非常痛恨 到今天為止的話也是這種情況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伊朗跟美國是徹底的翻臉 翻臉以後呢就是在這個 伊斯蘭世界中 這個美國的發展呢 讓伊斯蘭世界呢出現了一種 三種不一樣的反彈 第一個呢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本身的態度呢 是上層的跟美國的關係好一會 下層的老百姓在非常不滿啊 非常不滿就是包含畢拉登什麽的 他們基本上都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子級的人 非常不滿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那個伊朗呢剛好相反 伊朗的話呢是這個 上層的話呢非常反美啊 但是呢底下的人的話呢 因為我有一件事你不要忘了 就是伊朗人本身就波斯人 那時候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台灣加南韓的去美國留學人 還不到伊朗去美國留學的一半啊 你要知道這個數字 所以伊朗本身民間跟美國的印象是不錯 這就是為什麼他反滿覆覆 然後第三點的話呢 伊朗本身在克末尼之後的 政教合一的情況下 整個什葉派變成 完全提到美國就是不要命的 就是說你用這個經濟來制裁我 我用命來制裁你 所以我就是今天胡塞武藏出現的現象嘛 然後呢這個產生一個印象中啊 在整個中東地區 尤其這一次的巴以衝突啊 它凸顯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訊號 就是說美國不但完全聽以色列的 我記得我上燕營的節目的時候跟他講 我說他們有倫理關係 不過誰是爹誰是兒子 那個時候我講的時候你也不太相信 對不對後來就被我講中 對不對就是說美國聽以色列的話 像聽老子的話一樣對不對 都不敢講什麼 這種事情在中東的話來是確實感覺的到 所以在中東地區的話來找帶種的人 除非你沒氣 除非你自己的同胞被殺掉三萬多人 你沒氣 你有氣的話 你就會想到說 一定要靠世界派教徒 一定要靠伊朗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這一次業務員幹的事情 講哈馬斯的1400人 進了以色列飛進去的時候 全部死光了 以色列一個活口都不會流啊 對不對這個是說的消息啊 那個國防部長加蘭特講的 我們全部幹掉了 你要全部幹掉我 我就要全部幹掉你 就出現這種冤冤相報的結果 所以這個實際上情況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們做這個打這個代理人戰爭的時候呢 本身來講就是國家不方便出手 但你剛提到伊朗轉成出手三次的話呢 伊朗對於巴基斯坦出手的那個事情 讓人摸不清楚 但是基本上是在攻擊巴基斯坦內的恐怖份子 是啊 雙方互打嘛 對對對互打也是打到伊朗恐怖份子 對 所以這個其實講起來的話 是在國內又分成 因為美國就在支持他們的這個恐怖份子 或者說是這個 反政府組織 我跟你講有個大笑話 美國為什麼現在感覺到 對中東問題很麻煩呢 因為原來這些包含哈馬斯啦 珍珠黨什麼什麼什麼 原來有個巴塔赫就巴有解放主持 現在不行了 都是美國支持過的 那現在你支持過的 變成你無法控制的 這是完全 這裡面真的牽涉到我剛剛講的 這個有意識形態的影響 這個宗教教育 這個確實是 所以這個麻煩的話也是很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講的第一句話就是說 它極有可能是中東問題的一個轉捩點 大家會發覺說看破美國的手腳 看破西方的手腳 看破美國跟他的盟邦對於世界宰治的手腳 極有可能是發生這個現象 所以之後可能就是 但在伊斯蘭裡面 伊斯蘭國家裡面 彼此之間好像也沒有要 真的力挺的那個感受 就是譬如說真正有錢的那幾個國家 好像也還是比較外一點點 然後最近一個新的消息 就是看到這個 以色列 以色列納塔尼亞胡錄音外洩 然後他就質疑那個卡達 他就說 卡達他真以為他在調節 幫忙調節事件 在幫我們營救人質嗎 但其實他還在資助呢 還在資助哈馬斯呢 那這個訊息傳出來 卡達這邊聽的當然不爽啦 不開心啦 那他就說這很不負責任嘛 可是以色列這邊納塔尼亞胡這裡 也沒有出來否認 也沒有很直接 大家只在想說 那這個訊息到底會怎麼出來的 那到目前為止 因為這場戰士還持續在打 只要他還在打的一天 當然啦我們知道 這周邊就沒有辦法完全的停歇 那只是這周邊 沒辦法完全停歇的同時 大家怕的是一個區域性的燒出來 老師你怎麼樣來看 我分了三個部分來講 首先第一個 你要了解 像我們遇到戰爭這種問題啊 喜歡講一個觀念 叫創造性的模糊 就說台灣你要再要和 我們都要和 但是我們投票就投民進黨 就是這個模糊 矛盾對不對 矛盾 很矛盾對不對 以色列人沒有矛盾這回事 這個是在我們哲學當中講的話 他們就會把這話說得清清楚楚的 納塔尼亞胡 或者納塔尼亞胡 他講的每一句話都非常清楚 我們不停火 我們要幹掉 整個哈馬斯人全部沒有 我們要佔領 不但加薩 我們要佔領越南和西岸 非常清楚 他這一下的話呢 我跟你講你聽到講清楚 像我們講到模糊的話 模糊的問題我們上哲學課 這個沒辦法上 因為我跟你講說 我們對於這個兩岸的未來的話呢 現在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在審慎樂觀求平衡 你都不知道是同意還是否定 講得很模糊 那我們兩岸的話呢 我們一準備打招 那講說我不同意 我說我同意 把我小孩從美國叫回來上戰場 納塔尼亞胡 現在以色列幹的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他很清晰 所以你就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我告訴你講 以色列人啊 基本上啊 不是說好戰愛國啊 他們很多人從紐約回來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以色列人偉大的地方啊 你不管怎麼講呢 討厭 討厭他也好 不管他多狠 但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邏輯決定了你的行動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這個卡達勒本身來講 他們是不是有個半導電台嘛 他在報導的時候 半導電台原來的目的成立就是 但是報導平衡中東伊斯蘭教跟 伊斯蘭教徒跟美國的話語權 或者西方的話語權之間 就平衡之用 不同的聲音啦 但是呢這個很嚴重 就是說美國的猶太人也好 以色列也好 他不能夠聽不同聲音 平衡報導都不行 哈佛大學 賓州大學校長女校長 還有加上MIT的女校長 三個在國會接受訪問的時候 只講了一句話 說你認為說要消滅以色列的話 這種genocide 就說族群滅絕 在學校是不是違反學校的規定的 那他們講說 這個完全要看脈絡 如果是想法 那就不是違反 如果做行動 那就是違反 這個情況一樣 像我現在想法的時候 大家想法隨便你怎麼想 那如果連思想都沒有自由的話 那還得了 言論都應該自由對不對 好 講完這個話 馬上趕走 馬上賓州大學校長叫你辭職 那哈佛大學校長更可憐 又搞起來說你就吵起論文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那以色列在美國的力量之大 對於你這種模擬兩口平衡報導 都不能接受 一定要 就是你 我自己平常啊 每次就是抖音快手 再加上YouTube的短視頻看了以後 哇 抖音快手對以色列的報導 那當然沒什麼好話了 但是如果說你看YouTube的短視頻 我短視頻的時候 我就會發覺說 所有 因為以色列的部隊叫IDF Israel Defense Forces 男生永遠是瘦瘦高高 長得跟模特兒一樣 帥的不得了 那女生的話 哇 穿著熱褲背著卡冰槍 永遠是 哇 簡直是Invincible 就是無肩不摧呀 好 那你可以知道這是宣傳嘛 然後第三點的話呢 這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我們必須坦白講 的確確是 伊斯蘭國處於弱勢的 這個弱勢是以色列他們自己知道的 他基本上是穩打贏的 只是要不要考慮把你人再殺光啊 所以變成要不要殺光的問題 那如果 我們不是回教徒啊 我們甚至也不是猶太人 但是我有認得的猶太人 因為猶太人的女性 你知道嫁給猶太人 你生的孩子就是猶太人 所以你就變成猶太人 哦 我有認得我們自己 就跟我們的溝通 台大畢業的學生變成猶太人 我有認得 這個很奇怪 你現在變成猶太人的話 就要愛以色列 愛得不得了 哦真的啊 非常啊 非常你自己想想 變成選民啊 本來你是 本來你是平民啊 突然變成選民啊 然後你這個故事的話 你要不要信聖經的故事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 你當然要信聖經的故事啊 聖經故事前半段講的就是以色列啊 嗯 魁少圖他們 除了認知這個 聖經前半段講的跟狗屎一樣 他沒有別的辦法 嗯 所以納拉雅弗基本上他認定 他穩打贏 嗯 所以說他就對於所有的事情 所以你剛剛講的事情 就是說連卡達什麼的 要想人來挫合挫傷 除非你要 挫合的結果是繼續打 包含布林肯在內說 布林肯只講了說 哎呀我們 你們退到1967年兩國論 對 然後另外的話呢 你絕對不能夠佔領加上走了 嗯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對 這太正常了 但是他就是只靠嘴巴講 他沒有一些太具體的行動 他搞砸了吧 他到以色列去四次 第一次去 我自己就是從東歐過來的猶太人 都講了這種話了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然後納拉雅弗大擁抱 認為自己人啊 自己人你現在突然想背叛 對不起沒這回事 嗯 所以說現在我跟你講 如果你跑到美國去看問案調查 納拉雅弗的支持率 他早就該下台了 是 他們問題一大堆啊 對不對 我必須坦白講 在以色列 納拉雅弗這個名詞出現過兩個人 一個非常了不起 一個非常可惡 納拉雅弗的親哥哥 你看那個烏干達事件的時候 那個突擊隊隊長 是 那個很奇怪 整個突擊隊非常成功 飛行六千公里 把人質救回來 救死了一個隊長 對 哇這個不得了 我看過這個納拉雅弗媽媽的一個訪問稿 她回來接到電話的時候 她其他突擊隊都哭著跟她講 就是出一點意外 她媽說你不要講 我知道 她為了國家犧牲應該無所謂 那 她講這個話 我聽得自己都擊別給她起來了 但另外一個納拉雅弗的話 永遠是 利用這個戰爭的情勢 作為這個戰時領袖 甚至不武啊 因為以色列夾雜的美國的武器 來攻擊這個 連拖鞋都沒得穿的人 那那那那那那 那越講越狠 這個我覺得 對美國的形象傷害太大了 是 好 美國現在呢 到底有沒有辦法在今年 開年啦 好像在一月而已 但是他們今天要選舉 所以如果呢真的在這樣繳獲下去的話 對於拜登來說是極其不利啊 原因是因為呢 現在在美國社會當中 其實很大一部分呢 對於巴基斯坦來說 巴勒斯坦來說 他們其實是很多人 是對巴勒斯坦人是 有非常非常 除了同情之外 當然啦 任何一個人看到那個 戰場的殺戮的狀況 沒有人能夠接受的 那所以呢在這一場 中東的這個局勢上頭 我們剛講的伊朗 伊朗是現在在目前 伊斯蘭世界裡面 這些兄弟裡面 好像是一個比較 挺身而出的啊 在胡塞之外 另一個呢 其實大家也開始在講的啊 就是在土耳其 中東這邊 土耳其也算是一個軍事大國 那現在呢 伊朗跟土耳其之間 彼此說呢要穩定局勢 土耳其聰明一些啦 土耳其其實啊 他在近幾年 跟以色列有蠻多的貿易交往 原因是要救經濟嘛 所以呢他現在就告訴伊朗說 沒有你要知道 我們其實呢 心都是覺得說 我們要不能夠濫殺無辜 我們也要支持兩國的原則 但問題是有的時候呢 經濟該做的 貿易該做的還是要做 但是呢 我們願意跟你們 強化戰略時候的合作 我們希望呢 把這個貿易的目標再上層樓 您怎麼樣來看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這一回 當然大家都知道嘛 他是一個蠻務實的國家啊 包括說呢 他在北約本來立黨 立黨芬蘭 立黨瑞典 那結果現在呢 瑞典他也簽了 原因是因為簽完之後 馬上F16就要來了 您怎麼樣來看 土耳其這個國家 在回教世界非常特別 因為土耳其原來的話 回教的共同的領袖 共主叫哈里伐 那土耳其本身來講的話 你現在所有的 就是土耳其帝國 我跟你講啊 土耳其帝國跟中華帝國的故事 是非常相像的 就是任人宰割的結果 土耳其的話呢 沒有出現卡末爾這個將軍的話呢 維持土耳其的這個獨立 由今天這個國家 那早就沒有了 就像是說 如果中華民國沒有這個孫中山啊 或什麼的話 那我們這早就四分五裂了 現在維持這個局面的話呢 等於是國際政治的一個奇蹟 那另外呢 土耳其國見了自己 在卡末爾江東的話呢 他認為非改革不可 所以土耳其本身來講 從這個回教世界的共主 變成一個基本上 連阿拉伯文字都廢掉 變成拉丁話的這個局面 原來的話呢 在埃爾多安這個 出來之前的時候呢 這個 我有很多朋友啊 土耳其人 而且我學生還有土耳其人 甚至我有很多比利士朋友 他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就到了這個 伊斯蘭馬巴德了 就是這個 他們基本上去那邊的話呢 又便宜又好 感覺上跟歐洲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除了新的教人 但是阿爾多安他本身的這個 算盤當中呢 會發覺 我覺得有一點 真的是一個哲學問題 就是說你現在的話呢 這個哲學問題的話呢 展現到政治當中啊 你永遠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思想上越極端的人 即使是一點希望都沒有 甚至於像台灣這邊 搞台獨的人 希望不大 忍受的痛苦非常多的情況下 他們的聲音特別大聲 阿爾多安本身來講 包含現在印度的莫迪 也是來這一套 就是說你越狹隘的民族主義 對於你的在政治上的發言的力量 那個槓桿上操作的空間越大 所以阿爾多安現在的話呢 我必須坦白講 像伊朗前一陣子 在中國的撮合之下 跟沙烏地或沙特 有一個初步的和解 大家還對了這樣什麼 但是沙特本身是過得很舒服的 躺平族啊 就不忍心放棄現有的優勢啊 那你跟伊朗的話呢 被美國制裁 沙特可不願意啊 沙特任何事情都用錢來買啊 你有示威抗議 每個人要多少 談個價錢 每個人發六萬 六十萬可以了吧 好了發到回家了 伊朗沒有這個能耐啊 也不願意做這個事情 那所以呢 土耳其跟伊朗這邊要談的東西 就非常多了 因為阿爾多安本身來講 是站在穆斯林的這種極端分子 他們雖然是遜尼派教徒 但是你要知道 整個遜尼派的這個核心是在沙烏地嘛 對 但是呢這個阿爾多安本身呢 他又曾經一度出土耳其帝國 又是回教徒的共主 嗯 所以他以這種情況 然後呢 來跟伊朗之間磋商 他們要談的事情非常多 這個要談的事情的話呢 我覺得阿爾多安是一個 我其實對這個人的蠻佩服的 手段很好 手段非常好 手段很好 他會提高自己的籌碼 他這個槓桿上啊 這個槓桿性非常強 所以土耳其跟伊朗要談的事情 基本上會對英美國家 對西方國家真真見邪 現在土耳其本身原來被西方國家 他唬得一愣一愣的啊 什麼加入歐盟什麼的申請 搞了三十多年啊 阿爾多安說不要了 我們都不要了 現在土耳其人到歐盟要簽證啊 是 你說這麼近的關係 你知道近到什麼程度 德國有10%的人是土耳其後裔 就是我們打的 就打的那個BNT的疫苗 都是土耳其人移民到德國 一對夫婦發明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他們的關係 已經升到什麼程度 現在居然去 親人在居然要辦簽證 那這個 這個對土耳其人來講是極大的侮辱了 那這兩個合在一起 這兩個軍事實力都不錯 那美國這邊看到 會不會也是有點色色啊發抖啊 美國對於單獨來講 和和協來講都不會色色發抖了 因為美國確實是在兵力上 但是伊朗這邊發展核能嘛 那土耳其本身的地緣關係 不要忘了土耳其是北約的成立國的成員啊 土耳其為什麼呢 因為土耳其是北約用來卡住 俄羅斯的黑海上的 如果你打開地圖一看 就會發現土耳其的地理位置 重要的不得了啊 它是橫跨歐亞的兩大國 一個是俄羅斯 俄羅斯是佔據的 冷得要死的地方 只有冰雕啊 對不對 那土耳其那不一樣 土耳其就是 還有美女啊 不是很喜歡美女 不是我喜歡美女 誰都喜歡美女啊 不要亂講 好 所以你覺得它地理位置重要 然後另一邊的話 是有軍事上面的勢力 這兩個合起來的話 基本上在整個伊斯蘭世界 大家也會開始來看看 他們到底在說些什麼 搞些什麼名堂 那當然啦 現在因為土耳其這邊呢 他跟美國這裡 因為一直遊說他嘛 就要趕快把那個錢一錢讓人家進去 你家要進北約就讓人家進吧 所以他簽完之後F16要給他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會給他 畢竟上次F35 兩邊也是有簽啦 簽完之後不是不算數嗎 所以這一回F16如果真的要再出任何差池的話 我想那個 這個阿爾多安他可能也是可能會更反擊吧 不是我跟你講啊 這個加入讓瑞典加入北約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典型的阿爾多安的一個籌碼 因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在北約中的重要 而且說啊 其實是賦予這個成員國擁有這種否決權 他就充分的利用嘛 事實上瑞典加入還要看匈牙利的啊 匈牙利的那個奧班的話呢 基本上也是會有樣學樣的拿翹啊 對不對 那這個壞人讓吹亨利做啊 他自己就不要做這個壞人啊 不要做最後一個 對對對對對 這個想法是非常簡單 我跟你講 國際政治中只有馬跡為例的那套理論有效 就是你要講實力 你要講均衡 你要講本國利益 就這三點 沒了 太好了 那老師你怎麼樣來看 美中 美中在這新的開年會怎麼樣 目前傳出一個消息啦 說很有可能 上次劉建超不是去了美國嗎 現在呢這是在華府這邊的官員說 跟華爾街日報透露 他們這邊已經接到了訊息 劉建超會來接 外交部長 對會來接這個外交部長 然後現在呢在這個整個 他們說歷任的中國外長以來 好像他比較少跟美國打交道 但是上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蠻多人對他評價是蠻高的 因為他也去智庫走了一圈 你怎麼樣來看 劉建超這個人啊 英文其家無比 對 這個我 他幾次訪問 然後呢 另外呢 大陸的外交部 請大家要了解 大陸兩個部啊 都其大無比 人才素質其高無比 一個國防部 一個外交部 這個你光看表現可以看得出來 是 然後第三個的話 劉建超接這個外交部長 實在是因為這個王毅太累了 必須要 有人要能夠協助他 所以說呢 他呢 把這個消息先放給美國呢 因為 美國可能就會開始 運用他的話語權 就在問秦剛跑哪去了 一下把你的話堵住翻頁 所以這一次的 這個 駐歐盟團的團長 就復衝吧 他也說了 就是說這個已經翻頁的事情 就不要再談了 就是說秦剛犯錯了嘛 那劉建超本身來講 承先啟後啊 就是說 承住這個 王毅時代累啊 全世界到處亂跑啊 對不對 這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這個劉建超本身 因為非常好 然後的話呢 他自己好像是 打貪反腐出身的 對啊 這個問題就不大了 因為這個 貪腐的問題的話 原來很大 就是故意 我不曉得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劉建超的出現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 而且非常重要 也很好 是個人才 OK 所以他之前呢 是比較是在黨這邊 因為在中聯部這裡嘛 那現在來接這個外長 您覺得他對於 譬如說 以往來說 在中美彼此之間的關係 大家認為外長 是一個蠻重要的窗口 那包括了 當時秦剛當任外長的時候呢 他其實對美國這邊的談話 因為他就是從駐美 然後轉回去當外長嘛 所以在對美的談話這一塊 他也占很重的一個比例 您覺得劉建超以後 在這一塊上面 會是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劉建超 扮演的角色的話呢 就是中美關係的話呢 未來走勢有三方面 這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一個的話呢 中美關係呢 從2018年的五六月份 到現在的話呢 已經過了快 快將近六年了 對 然後這個六年當中呢 中共的話呢 就是得到的心得 就是放棄幻想 準備鬥爭 所以說中美關係的話呢 就是準備鬥爭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呢 中國本身來講呢 在外交部分的發展 他當外交部長 中國外交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一個趨勢 就是說中國會議非常強調 全球南方 金磚會議 一帶一路 這些當中的話呢 等於說 美國在玩這個 去風險話 那中國的外交 在玩去美國話 啊 就是在 就是說那本身美國的 在他的外交領域當中 還佔比例多少 這個大概 再過個三五年 可以看得出來 很明顯的趨勢 然後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說 呃 現在駐美的大使 叫謝鋒嘛 是 然後這個 外交部長是 這個 劉建超嘛 然後這個 這個 中央對外辦公室的話呢 是王毅嘛 是 楊潔篪下來 這個外交系統的一個傳承當中 構成一個很完整的一個系統 嗯 大致上 會這個 延續的說 中國本身自己發展自己的外交路線為主 嗯 那麼這個做起來的話 外交人員呢 有一點呢 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是 就是說外交人員 以前我 我其實我對外交人員蠻有興趣的 我很有興趣 我會非常有興趣 因為我自己 我我我對哲學更有興趣 要不然的話呢 我對語言有興趣 我對於 你很適合 你蠻適合的啊 我會講笑話 對啊 對 我的幽默是天生的 就是現在的話呢 你要我講個笑話 我會很努力的 停止講這個題目 會講笑話 但是呢 我會想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是 外交人員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立場的 他基本上跟個機器人差不多 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那麼外交人員出事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沒有圓滿的達成外交部交給你的任務 嗯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那個 前一陣子有關於這個 討論到這個 中國駐法的盧沙野的時候 他不是講了一些比較 比較 敏感話嗎 是 我看原文以後 我一聽我就知道 這個完全都是事先準備好 他不可能講錯話的 OK 現在很多人都會發覺說 我其實當時的判斷 因為我聽原文的吧 我聽原文就是 我聽到原文聽到什麼關鍵 就是說他在會話中 講出法律條文的內容 嗯 他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字 因為我通法語 他講到那個時候呢 我就知道說他一定是 預先知道題目的 哦 所以他是有準備的 不但有準備 而且他講的 說是說波羅地海三角國 其實他講的是台灣 哦 對 是 所以呢在這個節骨眼上 我們看到美中關係呢 在今年開年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新的發展 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現在看到在經濟財經上面 馬斯克現在有一個新的財報 不是太好看了 他跟他講說什麼 他講說呢 他不能理解啊 為什麼日本人都買他的電動車 電動車很好啊 跟雙逼一樣好啊 他現在呢又強調 中國的電動車太厲害了 如果沒有貿易壁壘 我們沒有被保護的話 我們就完蛋了 馬上會被摧毀 那眼下呢 其實除了電動車 清潔能源這一塊之外 還有另一個是什麼 是晶片 因為現在呢 晶片一個新的數字 就是美國荷蘭 本來是限制艾斯莫 對中國供貨嘛 可是呢卻發現了 中國去年還是他們最大市場啊 那你會講說不對啊 這個不是年 大概 五六月的時候就開始搞了 搞到現在怎麼可能 他還是最大市場 半年多下來完全無傷嗎 而我有看到另一個報導 說他們懷疑 新加坡現在會是一個 轉圜的地帶 所以他開始在懷疑 東懷西 覺得說為什麼 他還可以拿到這麼多東西 但是呢即便如此 看到美中自己的關係 不是很好 做生意是這樣啦 將本求利 大家都是希望為自己好嘛 比如說黃仁勳你也看到他 還是飛到中國去參加年會啊 雖然他們也是告訴大家 沒有哦 我們的總裁本來就是每一年 都會親自的到當地去 然後跟每一個員工 希望盡可能的感謝他們這一年的表現 但是很明確的嘛 就是想要守住客戶嘛 就是希望跟中方這邊的關係 再好一點 上面怎麼樣沒有關係 我們希望彼此之間再好一點 因為眼下看到就是川普 很有可能要上任了 川普如果再來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以前 他你覺得那個只是1.0版本 我上任2.0 我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所有的來到美國的商品 我都要加增10%的關稅 是完全的更緊縮的一個保護 所以大家其實商界會有一些些的怕 然後眼看著4分之3的覺得拜登太老了 3分之2的不喜歡川敗再上演 但是問題是還是絕大多處人 想要投給川普 老師您怎麼分析 就是你剛剛講了一連串話了 主要是三個重點了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有關於這個阿斯麥爾的這個光科技的話 光科技有很多種啦 沙利文的小便高強的話呢 高科技技術的話 對中國沒有 現在有一種比如說這個EUV更高級的話呢 現在只有英特爾有了 所以說這個講起來 在大陸本身的話 如果講DUV跟EUV的話呢 那麼基本上有了更高級的話呢 那麼普通級的話呢 就已經開放出口了 對這個問題的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馬斯克的講的話 導致說明了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讓我可以感覺到 就是說馬斯克在特斯拉做電動車的時候 你知道講這個觀念的人是誰嗎 我跟你講 最近我對於這個馬克思的資本論非常有興趣啊 他裡面就講了這句話 就是說你在資本的發展過程當中 因為資本的操作 讓你所有的企業當中的話呢 就會想辦法要創新 創新的過程當中是不斷的降低成本 不斷的剝削勞工 而且達到這種創新的科技創新的目標的話 這裡面說的話呢就是馬斯克的情況 就是說你最後你創新的成果極有可能會因為 你的成功喔不是因為你的失敗 而使得企業蒙受很大的壓力 直到倒閉為止 這個在奧地利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這個經濟學家 也是這個奧地利的財政部長 後來是哈佛大學教授叫熊彼得 他說過觀念他稱之為 他稱之為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破壞性創造力 就是你的創造力 對馬斯克現在面對的情況就是說 特斯拉的出現給大陸所有的汽車 轉過來了什麼 就我們幹嘛就要搞傳統發動機啊 我們這個搞電池啊搞電池然後裝個套子啊 對不對 然後找做沙發的找做螢幕的 通通合起來就是這種電池 根本就不要發動機 好了這樣的情況當中的話呢 你任何的成就 他馬上就按照情況來做 比亞迪的王傳福他發明了一個名詞很厲害 叫逆向工程啊 逆向工程就是我看到你的成果拿過來 把你的整個過程 留存分的非常清楚 在過程當中我倒推過來 達到一樣的效果 同時我還申請專利 所以王傳福被人家告很多次 但他都打贏官司 關鍵在這裡 那你現在的話呢 就是說強到第三個部分 有關於川普要回來啊 我覺得 從2018年川普帶頭 就我剛剛提到的六年多來 放棄幻想 能不能夠鬥爭我不曉得 但是大陸的確在出口上 就今年的出口的情況不好的原因 就是說西方國家或美國國家 對大陸的這個進口額下降很多的情況下 我覺得一方面是壓制的結果 另外一方面大陸可能也要做好 換市場的準備 換市場 對交換就是現在強調東南亞啦 俄羅斯啊 金磚國家啦 一帶一路啦 因為這個市場不換的話 大陸現有的這個製造業啊 在這個發展上來講 會受到很大的損失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我覺得 因為台灣人不了解大陸的飛快的進步 是 我跟你講 我實在是不好意思講 我說句良心話 你現在看看大陸人住的房子 裡面的內部裝潢 跟台灣這邊的 尤其是 除了少部分能夠住在新一區的人以外 來的內部裝潢 真的不能比啊 我們這邊 我家附近很多的內部裝潢 正中間擺得神看啊 什麼 沒有那種 這種 那種很明亮很現代那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大陸 十一住行這幾個 基本的需求的部分啊 那個改善的非常多 有 就是歸功於他們的生產製造業所賜 當然過去啊 大家基本上 生活改善了很多 這也是事實 但是我常常就在看到這現象 比如說我到了萬達廣場的底下 原來都賣化妝品的 現在通通敢賣新能源車了 新能源車十幾個牌子啊 我跟你講啊 我們在台北的話呢 我現在我開一個Toyota Camry 對不對 Toyota Camry的話呢 就是小一百萬開始嘛 對不對 大概這樣講 那個新能源小一百萬的話 等於大陸出於四 二十多萬的話呢 那如果你 這個同樣情況下 你十五萬人民幣 就可以買到大陸 這個比亞迪的什麼海豚 搞不好都不要 我不曉得 那個整個 我做過那個大陸的比亞迪漢啊 什麼的 它裡面的內部的裝潢啊 就感覺上跟那個賓士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一樣 同一個人設計的 所以我要強調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美國要不要給你加稅 不管要不要怎麼樣 這個是未來必然會發生 尤其是這個川普很有可能上台 對於中國整個貿易上台 對於中國整個貿易上台 必然是非常不友善的 但是同時大陸要打開美國 武器化它的進口 的唯一方法就是 你要自己找到出口市場 你要找到其他的出口市場 唯一的辦法就是 你的產品夠好 夠便宜 像俄羅斯現在的車子 有一半以上就是用 中國的新能源車 這個倒是 我跟你講俄羅斯用新能源車 有一件事情 大家要非常注意 因為俄羅斯的寒冷是有名的 所有的電池車最害怕就是寒冷 如果過了兩三年 俄羅斯覺得不錯 那不得了 那接下來沙哈拉沙漠 都可以開新能源車了 就是那個氣候因素啦 對對對 所以它能不能夠克服這個 還有你剛剛提到日本 日本原來TOYOTA本身 日本人非常愛國 就要給TOYOTA一個機會 TOYOTA搞到策略了 就是它發展這個氫能源車 氫氣的氫 這個氫能源車本身來講 日本人呢非常愛國嘛 就是希望TOYOTA有個機會發展 目前TOYOTA準備推出輕能源車 不過它的市場 到底人家要不要接受它 是很麻煩的 因為川普這個人呢 他不是只有進中國車而已啊 他是所有的日本車 韓國車他都進的 所以就是都打到底 因為他不是只針對中國車 他是針對所有進到美國的商品 那大家就會想問啦 那就接著這一題來 老師您怎麼看 因為現在美國跟日本啊 那你就是我就是希望呢 你這個日本能夠跟我當好朋友啊 跟我當同盟 然後不要跟中方太近 所以呢現在你就發現了 確實美國這是日經最新的 他說呢現在美國抄中國 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一個出口的目的地 那其實呢 呃灰色的這個是美國的 然後藍色的呢 是這個中國的 所以呢你就很明確的看到 在上一個年度的時候 2022的時候 哎中方還是一直都是超前的 雖然超前的幅度變小了 但是到2023年之後 確實他現在就整個被大逆轉 那包括了日本很有名的工具機組 現在呢也都是四年來第一次呈現尾縮 然後也看到了在四月的時候 現在白宮已經先宣布了啊 今年開年他們要進行第一個國事訪問 很有可能就是日本的岸田 他即將要在四月的時候 赴美國來做訪問 可是與此同時 日本他自己在他們的國內 也有面臨很多的問題 包括岸田他們現在自民黨裡面啊 民調不高嘛 然後有些醜聞啊 爭議啊派閥啊 必須要求要消滅啊等等的問題 另一個層面是什麼 是對中關係 剛剛200人的這個經濟訪問團 去訪問大陸 希望改善的就是日中關係 李強特別的還接見了他們 那也講了就是歡迎來這邊做工作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去你們那裡的時候 可以被公平公正的對待 與此同時前駐中大使 他說現在的氛圍是什麼 我看到一個九成多的民調哈 說是日本人對於中國其實呢 還是不是有那麼具有善意啦 然後呢他說這個是古野做太郎前大使 他說他現在有看到一個奇妙的現象 以前從沒發生過 就是有日本朋友聽到他要去中國的時候 會莫名其妙的為了他感到擔心 他說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為什麼現在在日本社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態 每日中關係您怎麼觀察 我有個同事是日本人 我跟他蠻好的啦 蠻好的 他很高興我在那邊提到他 因為前陣子我們兩個一起要到杭州的那個 師範大學開會 然後他變成改成線上 我就當場坐在那邊聽他線上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現在的話呢 原來他是免簽 日本人原來到中國是15天免簽 然後現在因為以前的話呢 我們這個那個時候要搞台報鎮的時候 都很緊張的時候 他說我不用我不用 就是我們覺得非常羨慕他 那現在的話他很羨慕我們 因為我們台報鎮啪一下刷了就走 跟信用卡一樣 感覺很方便 然後他就沒有這個機會 好這是一個現象 這個敵地確決就中日關係 另外的話呢 我覺得呢日本本身呢 有這個責任 為什麼呢 因為 當然我必須要強調 日本跟韓國 尤其是年輕人 對中國的印象差極了 跟台灣人差不多 就是說 差不多的話就是 而且日本的話呢 高達百分之八九十 對中國印象很不好 那麼這個 我覺得那個 因為中國本身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是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是中國對日本的話 沒辦法 沒辦法軟弱 有關簽證的問題的話 你知道中國對歐洲國家 簽證已經非常軟弱 就是說 免簽只針對單方面的 但是在今年那個大外交的 這個狀態之下 我就看到一直免簽免簽免簽 每天都有免簽的新聞 每天都有免簽的新聞 真的耶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 這裡頭的話 因為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講 你知道中國免簽 像俄羅斯 都不能隨便開放免簽 俄羅斯多大 我說三個大陸大了對不對 你開放免簽 你可以從 可以從摩斯克斯玩到西伯利亞了對不對 那還得了 那這個 中國現在的話 對歐洲國家 對美國沒有免簽了 但是 對日本也沒有免簽 對韓國也沒有免簽 為什麼 關係不好嘛 關係非常不好 那不好的話 有三方面的 一個就是說 那彼此之間 因為老百姓的感覺 感覺上不好嘛 彼此人民之間的感受 我實在不了解 你知道現在全歐洲 哪個國家對中國人印象最不好 你根本都想不到 瑞典 那中國自己就嚇跳 我們兩個人直接插六千公里 對啊 為什麼呢 宣傳嘛 宣傳的印象嘛 然後你看到 然後呢 當然呢 這個其實也是可以 你問我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 我只是講數字 但是呢 那日本人跟韓國人為什麼對中國印象不好 嗯 講不出來啊 中國本身來講 提供你的大市場 中國多喜歡韓國韓團啊 對不對 多麼迷啊 你韓國不是靠文化輸出啊 你靠這個東西 啊 K-pop什麼東西的 你沒有中國人看你的K-pop 你剩下自己人 你那個Rain啊 跟那個Thunder都差不多了嘛 對不對 搞什麼的 沒人看的話呢 有什麼考K-pop 好 這是一個 就是說這個關係不好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覺得關係很難改善 因為 跟日本改善 有沒有脆身 有 超脆 烤烤酒就對了 不容易啊 很大聲耶 我來烤烤酒 超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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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像兵哥有時候 晚上有點小酌嘛 周末的時候就可以來配酒 真好吃耶 鳳梨呢 已經被我看掉了 你一個人吃兩份 你會吃掉宅宣的 命製的日暑 這個量的不好吃 烤麥 嗯嗯 有牛跟豬這樣一組 先生講說 買回去還要烤很麻煩 不用 你回家之後就隔水加熱 對 因為我回家有試吃 就是這樣子放到水裡面喔 然後他用這個烏骨雞 熬了大概八小時 我覺得很好吃啊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你看你們車我都一直流口水 在聊天室裡面 這個字典的訊息 有一個網址點進去 他就會點進去選喔 慢慢逛 瘋狂買 只在食尚玩家購物 Let's go